这起昨天发生的事件中 盛方济中学一名中医女学生 越过马路被一名闯红灯的摩托骑士撞倒后 骑士竟然撞后逃 女生过后被路过的驾车人士送入医院急救 雅比警区主任湛德拉助理警监指出 嫌犯是一名餐馆工人 她自首后声称自己是哮喘并发作 她没停下来是为了要到工作地点拿哮喘喷雾 嫌犯拥有合格的驾驶执照 事发时没有受到酒精和毒品的影响 网上流传一张照片 指摩托骑士前往向伤者的父亲致歉 对方已经原谅摩托骑士 并交由警方调查这起撞后逃事件 警方援引路路交通法令42-1条文 从鲁莽驾驶的角度展开调查